科技越來越發達 還記得去年一位聽障女士 第一次聽到聲音的影片 如何感動我們嗎 最近再度傳出視障朋友的好消息 美國一名男子在失明十年之後 接受手術 安裝了一副特製的仿生眼鏡 讓她重獲光明 那一瞬間的感受如何呢 一起來看看 去年這位36歲的聽障婦女 在接受電子耳植入手術後 首次聽到聲音 讓她激動大哭 感動許多人 如今失明的朋友 也很有機會重見光明 68歲的艾倫茲德拉德 因為罹患色素性視網膜炎 視力衰退 在十年前完全失明 這個月初 醫生為她動手術 裝配了一副仿生眼鏡 雖然視力無法完全恢復 但她術後兩週熟度測試 已經能分辨形狀和光線 當她感受到 眼前浮現老伴身影時 兩人忍不住擁抱痛哭 站在他們身後的兒孫們 看到這一幕 也高興地擦起眼淚 防身眼鏡是利用電子技術 先在患者眼鏡裡 植入電擊陣列和接收線圈 經過訓練感受到物體 資德拉德是美國第15位 接受仿生眼鏡手術的患者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 未來這項技術 將造福更多視障人士